昨天花蓮下了一場午後強降雨 結果部分路段淹水 後火車站附近有人孔蓋還被沖到一位 飄散了陣陣惡臭 大雨來得又快又急 污水管常受不了壓力 衝破了管線 還頂破排水孔 讓污水湧出了路面 甚至還灌進民宅 污水衝破管線排水孔 強進水流還持續在馬路上擴散開來 甚至灌入民宅 可怕的是污水還飄散惡臭 回之不去 居民抱怨連連 時間就在周日下午的一場午後雷震雨 化言是自強路與莊金路口 突然有污水從人口蓋冒了出來 原來前端正在做污水工程 而大量的雨水灌入污水管 不堪負荷 衝到路上 正在進行一個改管工程 最遲預計在這個8月15號就可以完成 眼看現在正值颱風季 但一場午後雷震雨 就讓污水管線出了問題 居民期盼工程趕緊完工 否則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借花蓮總共報導 谢谢大家